欢迎收看富裕向前冲 我是王志玉 今天我们的创业故事要带大家来看的是一个最新的流行文化 现在大家非常流行骑脚踏车觉得很环保 而且又顺道可以健身 但是脚踏车又分很多种 现在不管是在一些世界可以说主要的城市 大家流行骑的是单速车 那么可能大家对于这三个字有一点陌生 今天好好带您来聊一聊 单速车不但是现在的流行文化 而且还可以是特技的一个竞赛 甚至现在还衍生出了很多的商机 好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都是专家了 我们的Po生活玩家Po 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对还有我们单速车的品牌行销经理林阳诚 Yan你好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对还有我们的单速车的达人 哇很厉害他待会要来跟我们好好示范一下特技 就是我们的阿威程学威你好 嗨主持人好大家好 对好我们现场呢也这个来了两辆的单速车 应该都是Yan这个店里头的单速车 对不对 是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自己设计而且自己珍藏 而且上头还有使用的痕迹 对不对 所以这个单速车它到底特别在哪里 我们先为大家整理一个单速车的小档案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单速车 那么它没有变速 然后是单一齿轮 而且没有刹车装置 哇这一点听起来很可怕 但是它没有刹车应该有它的道理 待会要请我们的Yan 跟我们的阿威来跟我们解释一下 最早是源自于美国的快递员 他们穿梭都会的交通工具 后来就演变成了现在最夯的街头文化 很简单 灵巧自由 而且富有挑战性 现在呢受到了不少年轻族群的喜爱 那我先请教Paul 我们最近好像看到一部电影 对 有一个电影它就是用 快递 对 它里面就是用了这种所谓的 我们讲的单速车 单速车起来 我们在看的时候 其实在这种很多的这个快递员 在美国的各大城市 包含纽约旧金山 跟很多一些像洛杉矶这些 他们的快递员就是背了一个背包 然后就上了这个单速车 就直接去做快递 其实有时候比这个所谓的 我们的机车摩托车或是汽车来得更快 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个所谓的 没有这个速线的限制 也没有刹车装置 所以常常跟这个所谓的纽约的行人 产生一些冲撞 所以相对来讲 他们就觉得说 两边的这个对立的过程 然后就造成了这个所谓的 很特别的一个四文化 对 所以呢 大家说现在这种很夯的感觉 就追求速度感 感觉好像说它没有刹车 所以就是我脚动越快 它就骑越快是这样吗 对 没错 那要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到没有变速 单一齿轮 没有刹车 跟我们一般我们这个 大家在这个路上骑的那种脚踏车 到底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其实最大的差别在一般 我们传统认知的都是变速车 对 对 那单速车顾名之意 它就是没有变速 那其实它有分两款 一个就是我们讲的Fizz gear 那Fizz gear还有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讲的那种活飞轮 Free wheel 对 那这两种骑法上其实蛮不一样是 Fizz gear它是你脚在踩踏过程中 你脚要跟着动 那你脚 对 就像我们骑那种健身房那种飞轮 对 它脚是不会挺的 那只是说这种骑的优点是说 它有一个惯性 大家会喜欢骑就是说 你骑习惯的话 你脚放轻松 它会带着你走 它其实是更省力 只是说它的设计大部分就是针对 比如说都会 平地 对 比较平的路去设计 对 那它在骑乘上除了省力之外 还有维修保养都更简单 所以在国外很多人其实都是DIY DIY自己可以弄一个这个单速车出来 其实脚要车发明的时候就是这种固定齿纹的结构 哦 这样 那阿威你来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它变成街头文化 那如果这样听起来 觉得说古早他们的车最早就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然后它的结构什么都很单纯 那以你们这种玩家来看的话 到底它的魅力在哪里 其实这种Fix Gear的话 它早期又可以称作叫场地车 就像有一些奥运比赛的 还有一些就是在场地里面竞速的那种 其实就是这种原理的 它是固定齿的 是 就是往前就是往前 对 对 那它就是有惯性可以带动你 然后速度可以越骑越快 然后后来像我 速度可以越骑越快 对对对 它不是不能变速吗 不能变速 可是如果你单一速度 然后又加惯性 可以骑到大概60几公里 可以骑到60几公里 对 场地车啦 路上我们不会骑这么快 我想说那你60几公里 都快比摩托车还要来得快了 因为那个环境也是一个因素 在城市的话 可能就没办法那么快 然后像早期的话 我像我个人接触的话 是因为早期是看到一些 像日本的一些街头文化的一些人 然后有一些品牌啊 因为早期我是从事服饰业的 然后就是很新奇 看到这种脚踏车很极简 然后品质感觉又很好 然后又很能表现自己的特色 所以就是慢慢去了解 然后看影片 然后得知一些国外的消息 那一开始的话 像我们在台湾买 就是资讯很少 然后要购得也很不容易 那也是因为这样子 我是在网路上面搜寻 然后认识到样 然后最后我们再一起合作 对 其实Pone我们来看阿威 你看光他这样打扮 很潮 很炫 对 我的头发都借给他生啦 其实我们在那个 甚至在一些所谓的次文化里面 可以看到他们讲的这种 所谓单数字 已经俨然成为这种 一个主流这种脚踏车文化 有另外一个次文化 甚至在很多国外一些 那个所谓的影集 或是那个电视里面 特别有介绍说专门改装这种 不管高的低的脚的 然后因为它可以客制化 你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你要高的要低的都会有 所以相当符合现在年轻人 要独特跟那个原创的这种特性 对 所以我们现在 就要带您来好好看看 这个我们的阿威还有我们的样 他们店里头呢 其实有很多这样很炫的 而且客制化的单速车 我们先来看看这段BCR 骑脚踏车可以是一种态度 但也可以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Fixed Gear No brakes 今年不到30岁的林昂诚 当年在纽约留学 就是像这样子骑着单速车 穿梭在车阵中 本来只是为了代步 没有想到后来骑上瘾 回到台湾后干脆自己开店当老板 这种假车车 它一个特点是 它有些人会觉得 它没有刹车很危险 可是那时候因为 像我们朋友他在带 他会跟你讲说 这种假车车怎么骑 你骑起来就是那种自由的感觉 就是只要享受骑假车的快感 一开始代理日本零件放在网路上卖 不仅月入十几万 还认识了现在的合作伙伴 因为最早最早 其实我也只是一个消费者 那我是好奇 然后喜欢 然后看到一样 他有在卖一些东西 都是国外的 然后还不错的东西 然后就进一步跟他联络 所以是该买东西 对 我们算是网友 对 网友 人高马大的陈学威 是个热爱潮流文化 车技一把兆的买家 和林昂诚一拍即合 两个人逐渐从代理转入品牌设计 一开始是先从一些小零件 像前叉 然后慢慢对手把去发展 那慢慢的话 就是像车架的部分 花骨 然后包括一些曲饼都有 一整台单速车 除了没有技术门槛的链条 轮胎和踏板不做 其他的全都自己设计 不只卖零件 也能按照个人风格 帮顾客组装单速车 只要短短15分钟 简单利落车款完成 就连艺人张震 陈一涵 还有王阳明 都是常客 也因为台湾品质领先全球 他们设计的零件 引起国外大厂的注意 内外销加起来 每个月营收至少50万起跳 最难的应该是刚开始在推广 其实这种车有点跟街头文化 流行文化结束 那有些人不了解的话 就把它归类为那种 次文化的东西 无论是空中翻转 还是这一招跳钢架 超顺的技巧 让人看得泽泽称奇 谁说耍酷文化 只限特定族群 现在它已经融入 你我生活 好 我们现在要请到这个阿威 来跟我们表演一下 示范一下这单速车 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特技表演 哇 这个是 它刚刚试图要 它在日本是要做一个兔跳转靶 不过可以再次机会 好 再次机会 阿威再给您一次机会 转靶 对不对 对 喔 这个是有情况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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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然后还有一招是什么 兔跳 这个是 纯跳 方套 就这样子往上跳这样子 对 它在空中要拉平 空中还有在拉平 可以再一次吗 接我们看一下 哇塞 看来这个是180 180 所以它其实骑着这个车 就是又可以转又可以跳 然后又可以转靶这样子 它其实可以玩蛮多特技 玩蛮多特技 哇 真的非常厉害 拍手一下 拍手一下 阿威已经满头汗 非常谢谢你 那我们出来 请阿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像你刚刚练的那个什么转靶 然后空中弹跳这样 大概要练多久啊 这个的话就是 他买头大汗了 对啊 已经买头大汗了 对 不好意思 运动量很大 运动量很大 对 因为场地比较小 不好意思 对 要练多久 像这个的话 我们就是看影片 早期也是没有人教嘛 然后第一台车也是这种车 然后就是看影片 然后自己去传播自己去学 那要学 大概三到四个月 要这样一直练 一直练 一直跳 一直跳 才会越练越好这样 越练越顺 那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但之前有没有什么叠伤哪里 然后哪里受伤的 就是摔倒会难免的 摔倒会难免 对 但是还好没有什么大伤 对 因为这种车就是比较特别 它像我们一般也看到很多 玩那种freestyle的 它们那种是叫BMX BMX 对 那种的话就是火飞轮 那这个的话就是 你看往前就是往前 往后就是往后 往后就是往后 所以它在做每个动作之前 一定要先算好你的脚步 你才有办法做 那难度比一般车还难 可以帮我们试一下 那这个轮子 它跟一般的脚踏车最不一样 是又可以往前又可以往后 对 它往前的话 因为它后面是固定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曲柄 会不断的在 百分之一百联动 跟你的脚型是一模一样 对 百分之一百 它其实是联动 不过你脚踢了它还会跑 对 往后的话 往后的话就直接往后 对 就直接可以往后 对 但好玩你在这里 我们一般脚踏车是往后 是没有办法 对 这样啊 所以它在练习上的话 要多一些时间跟精神 去计算它的脚步 这样才有办法 把动作做到最好 可是看起来好灵活 我们让那个阿威传一下 对 样子来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车 看他会很开心的样子 对啊 我是不同类型的 你是不同类型的 这类型我不行 这个 那你跟我们介绍一下说 这个到底跟一般的 我们那种脚踏车 平常的脚踏车 像它可以练到这样很厉害 我们一般的脚踏车 也可以练对不对 但是它有没有一些 它的优点 优势 它可以练这种特技 练得特别厉害 其实如果练特技的车 一个最大差别是在 轮胎要够大 因为像 跟刚才那一台 它的样子就是 对对对 因为你下来的时候 要有一个缓冲 吸收撞击力的那个地方 对 那另外一个差别是说 像手把 手把对 你这种玩特技的手把 会比较宽 比较宽 对 因为如果说 你手把太窄的话 你稳定就相对不好 对 像它刚刚转把 卡住了 太小 哎呀 抓不到这样子 对 那车子上有一些像 一般的脚踏车 是没有办法像 这样完全就是 转把 对 说的也是 360度 对 所以其实它有很多的 自由性很大 优点是可以在玩特技上 对 那它的强度上 也会比一般脚踏车 还要求 对 因为你看这个 它的这个接损点 跟一般的这个脚踏车 其实 比较起来的话 那个强度会要 对 因为它讲究的是 要它吸收那个 整个 对 冲击的力量 是 那要你跟我们 谈一下说 你当初之所以爱上 这个单速车 是你到纽约去游学 对 那个时候你可不可以 跟我们形容一下说 你到底为什么 是纽约大家街头 很趴的一块 他们都骑这个吗 其实纽约那时候 刚开始应该是 2007年 2007年那时候 那时候其实去游学 就遇到一个日本的朋友 那时候日本刚开始 在流行这种 Fix Gear的文化 那纽约其实 已经玩了很久 就像电影里面 他们是一个 对 快递的一个文化 对 其实那时候我朋友 就开始跟我说 这种夹车 为什么美国 日本都流行 像这种样式 就是比较天天快递是一样的 对 快递一定要这样 对 因为他们这种 就是每天拿来骑 对 它跟FreeStyle 是完完全全不相同的 那它是这样子 那它的设定各方面 它这个就 不是玩特技 它比较细的 对 因为它这种就是 以骑速度 那就是正常骑为主 所以其实在街头 这种也可以 那种也可以 那种算是 比较后期延伸出来 这个是最早期 就是大家开始玩 就是玩这一种 就玩这一种 那你刚刚样跟我们提到说 这种单速车 它就是它的结构很简单 然后也没有那种 一般的我们看到 多余的那些什么 灯啊 煞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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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有像那么复杂的变速器 很多东西 反而更容易坏啊 这个就比较简单 而且这个可以做DIY 可以DIY 对耶 你看它就是简简单单 自己锁一锁就好了 对 自己锁轮支 链条松的自己调整 所以说如果我想要玩 这样的车的话 我其实只要一些简单的 工具 零件 然后我自己可以把它组起来 可以 甚至有客人以前也是说 我们教它怎么装 对 它想要自己学 对 是这样 它乐趣真的还蛮多 真的吗 比如说什么 你现在喘够了 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它的乐趣在哪里 像其实这种车就是很简单 其实越简单的东西 有时候你会越要求 会想要让它的东西是好的 所以不一定 就是说 像这么简单的东西 一定是很便宜 你现在要告诉我们这个不便宜 对 比那个还要贵 但是也没有到非常夸张的 那好 那给我们一个概念 像这样的一辆车 Range大概多少 对 这样子的话像这种设定 像我们的这种车架 它车型是比较有话题性 而且是现在蛮主流的一个造型 然后还有一些配备 是用比较好的东西 然后像花骨的部分 对 然后这样子的话 大概是五万到六万左右 五万到六万 然后你的车多少钱 差不多一万多而已 一万多而已 对啊 这个可以买六台 我听过那个小折 好像只要几千块 对啊 有些几千块就有 对 所以它其实它的 可以说最炫的地方是在 比如说你刚刚提到它的车架 它的外型 外型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花样呢 这个花样也是特别设计的吗 像这个花样的话 是我们特别请我们 像这个Fixed Gear界 还蛮有名的一个服饰品牌 他们的设计师 他们的主理人 帮我们做一个设计 对 快速 open的感觉 像是一个联名设计 难怪贵的联名啦 对啊 那些Graphic都是它 名牌 名牌 加玛屋啊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 在这个地方 其实很漂亮 就是很漂亮 很漂亮的一个设计 这个是手绘一个涂鸦的字体 对 完全手绘 用手绘的 对啊 不像以前我们这种 阿嬷那种 还有菜籃还有铃铛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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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想说 这个去买菜 没有地方可以放 也不像一般那么制式 那么的 传统式的一些 一些那种图案设计 对 它比较有人表现个人特色 现在大家所谓这种文化 就是我可以要客制化 我可以要独一无二 所以这个车 我完全可以 应该是另外 在外头完全买不到 另外一模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一些 同样 比如说同样的车款 对 可是每个人堵出去之后 往后它可能会换一些零件 对对 最后其实最后每个人的车 其实都不一样 就算车架一样 它的把手跟这个阿嬷都不一样 把手 龙头 坐墊 坐管 其实包括轮胎 全部都可以去客制化 像你连钢丝这种颜色 你都可以去选 是 花骨有很多颜色 像这个 所以其实 差不多的零件 可是每个人配出来的东西 都会有它的特色 是 可是在路上你会看到说 看着要知道比如说 这台车就是Paul 对 然后也就是谁的车 对 上面可以写名字 对 富裕有粉红色的 对 那我可以请问一下说 那现在喜欢玩这样的车的人 在国内呢 是越来越多 对不对 现在人真的是一直一直在成长 然后也越来越年轻化 对 像早期的话 可能就是我们那种 大概刚出社会 有上班有点经济能力的人 会比较接触这个东西 对 可是现在整个普遍性很普及了 然后年龄层也降低 很多学生 然后有很多 更多的上班族 然后喜欢这个东西 对 就像刚刚大家讲的一样 其实每个人组出来的方式 都不一样 对 即使是车架一样 可是特色配件 龙头手把不一样的话 你出去外面 大家都说 谁谁谁在这边 对 马上就可以认出来 对 那样呢 你给我们看到的 他刚刚讲说 其实现在很多的上班族 也喜欢 对不对 那当初你在国外看到的时候 他们国外的 玩这种车的族群呢 有跟台湾比较不一样吗 其实台湾的脚踏车文化 跟国外比起来 还是有落后 然后就丢在 比如说捷云站门口 就锁在那边 对 那他们就是完全把它说 上下班通勤 然后一个表现个人化的特色 所以就是在都市里 然后你刚刚提到说 没有那种上下起伏的地方 我就是把它当成一个通勤工具 然后加上他们就是通勤工具 比如说丢在捷云站门口 那相对的 如果你说是高级公路车 什么一些 那损耗率很大 对 那你也不可能这样把车丢在那边 对 所以在国外他们就是 把它当成一个很生活化 好维修 自己都可以修 因为在国外比如说维修 其实他 你还是要给他小费的 对 点少人又贵 对那这种 脚踏车简单他们就会自己做 自己动手DIY 对所以真的 听起来还不错 如果说是都市里头 比如说像坐捷云 像日本 他们日本大家都是坐 哪里都到坐捷云 坐地铁 然后出来了之后 我就骑一个车 对 然后他又维修很方便 所以现在变成在都市里头 一个很流行的文化 对 就是非常生活的 实用的 而且这个年龄层大概都是 什么样 其实像我们先前接触到的 最年轻有到十五十六岁 十五十六岁 甚至于大概是国三那种年纪的 然后 比较资深的话 也有遇到五十五十几岁的玩家 对 然后大家喜欢的都是很特别 很有个人特色的东西 对 所以我们也觉得 这样推广下去还蛮不错 而且那时候我说真的 那个我在日本看到很多 骑这种所谓的 fix gear的这些人 很多是老绅士 穿着西装打的领带 戴着一个帽 背雷帽 背雷帽 然后后面扛一个雷帽 好有型 所以想来学一下 今天来知道 原来台湾也有这种好东西 对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流行的文化 而且像现在我们台湾 现在不是也推U-bike 对不对 就是大家也都捷运 越来越普及了 然后我们到坐了捷运之后 我们来骑一个这个车 还可以有一些自己的style 非常棒 不但有型又环保 对 又环保很重要 好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了 稍微回来我们要继续 要请我们的阿威 还有请Paul 还有请我们的Yan 跟我们好好聊一聊 这样的一个流行文化 其实带来了很多商机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